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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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们还是接着来复奖念奖 大方广佛华元经 入不思议卸托境界普贤行验品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上一堂课讲到了 第六十八月第四行经文 我们来念一下 生死逛野菩提树王义父如是 一切众生而为树根 诸佛菩萨而为花果 以大杯水饶益众生 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花果 这个注解里面也注得很好 这个书言众生为树根者 为什么把众生比喻做树根呢 这个书我们再看 为诸佛无不从谜而悟 从旺而真 那么这就是 十方诸佛都是从众生修行而成就的 所以众生是根本 再接个 书静明云 静明是维摩经书 环瑙及菩提诸佛泄 当以众生心形中求 我们自己要想成就不能超出这个原则 换句话说 也是要在众生心形中去求 所以我们的戒定会都要从众生心形当中去求 才能够圆满 才能够圆满 离开众生 离开众生我们界定会没有地方修 导儿上说 他再举个笔意 众生好比是石头 我们好像是个刀 刀要锋利 要在石头上磨 要在石头上磨 离开石头 倒就没有刀子达到锋利 一个道理 所以我们的戒定会 我们的六度 十度 离开众生 一样都修不成 所以众生是成活的大根大本 十大愿望里面特别在此地发挥 再来 书 法句经营 成劳诸佛种等 成劳是一切诸佛之种子 就是佛之所以成活 是在成劳当中锻炼出来的 诸位总要把这几句话 要牢牢的记住 你看清文记 清文记就是普贤行验品清文记 是磁州法师讲述的 在这里 在这也是一段的注解 这段注解吗 我们把它念一下 在我们这个本子里面没有 它这个是在 池州法师的 这个普贤行验品清文记里面 我把它念一下 这个清文记 就是普贤行验品清文记 里面这么说 生死旷野 菩提树王 亦富如实 此总和也 这就是清文记里面写的 就是和前面的比翼 再来我们还是引述 这个清文记里面的 这个 生死欲旷野 菩提欲数王 迷雅 迷雾之别耳 迷为众生 物成素王 素王是彼作佛 素根即众生者 不观众生之相 而观众生之性 众生之性即佛性 故众生性及菩提性也 诸佛菩萨而为花果者 未从众生修成故 饶益及利益也 令知有成佛种性 依法修行过 众生心性即成佛正因 欲素根 佛欲素王 法欲亲切 再来底下这几句话 非常的重要 但要建筑众生之佛性 素根 建得真实 自然能像素根浇水 如念佛要望素根念 参禅要望素根参 习惯就是修惯 要望素根惯 古人云那 一念不在即同死人 不望素根参禅 念佛习惯即是盲修下念 然 素王兮因缘果满 故难见 素根依于教典 诸佛一再指示 故一枝 而又易迷失 以易迷失故 大树难以长成 此次修行者入手紧要关头 以特加注意 不可亲夫 这一段 这一段 我们刚刚念的这一段 是普贤行验品 清文记 持周法术讲述的 那么这一段 我们念了之后呢 我想诸位不难体会 所以佛主一再要强调 修行决定不能舍弃众生 决定要恒顺众生 用什么恒顺众生呢 用十大燕王恒顺众生 所以啊 礼敬 赞叹 供养 一直到回向 都是以众生为第一个对象 就会想想 能够敬众生 哪里还有不敬佛的道理呢 你礼敬诸佛才会圆满 我敬佛 敬佛不见得会敬众生 敬众生 没有不敬佛的 这是一定的道理 对众生 小小的善都能称赞 那对佛更没有话说了 所以 赞佛不一定能赞众生 供养也是如此 供养佛 他不肯不失众生 能不失众生 必定能供养佛 所以啊 我们要想十大愿王修到究竟圆满 是以众生为第一个对象 所以 此地 把众生 当作树根 树王 比作菩提 花 比作菩萨果位 果 比作如来果位 那菩提是什么呢 就是自己的菩提心 我们要想成菩萨 成佛 我们要从什么地方修呢 要从根本上去浇水 水 水 就是大慈大悲 根 就是一切众生 以清净慈悲 恒顺众生 这才能成就 说的最详细的 就是大书 这个本子在一般注节里面叫大书 就是普贤行愿品大书 几乎每一家的注节都离不开 这个根本 池州大师跟地贤法师注节里面 喜多引用的都是在这个本子上 那么我们再看下面经文 第六十八月 第六十八月倒数第二行 经文 何以故 若诸菩萨以大悲水 饶遇众生 成了成就阿尿多罗 三秒三菩提故 这也是假设一个问答 问的意思是 为什么利益众生 就能够成佛呢 这个小柱里头 有几句话很重要 大家看第六十九页 第四行 书 益云 益就是意思了 呼益智慧圆满成就者 实在讲 这是我们每个人天天在祈求的啦 希望我们智慧圆满成就 智慧圆满成就 就是成佛 我们讲智慧成就是菩萨的地位 圆满成就是成佛 这句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 翻成中文的意思是 无上正等正觉 阿翻作无 尿多罗翻作上 尿多罗是凡与上的意思 三翻作正 三翻作正 秒翻作等 好 秒翻作等 平等等等 三是正 菩提是觉 所以合起来 中文的意思是 无上正等正觉 这里面有三个层次 第一个是正觉 第二个是正等正觉 第三是无上正等正觉 阿罗汉跟毗之佛 他们算是正觉 正觉就是三菩提 菩萨是正等正觉 四教的佛 就是藏 藏教通教别教的佛 也是正等正觉 只有原教的佛 叫无上正等正觉 这是我们学活的人 所祈求的 这就叫圆满智慧 无上正等正觉 是圆满智慧 怎么样才能够得到呢 这个圆满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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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分别就有差异了 就有自他 在意执着 他不是我 我不是他 就不平等了 我总要比他要高一点 共高我慢的心 就升起来 这是成活 成正觉 最大的障碍 所以 必须在境界里 去把这个障碍磨掉 使你的心在境界里面平等 自他平等 再来书 六十九页 第四行 物我同如 物我同如是万法平等 所以禅宗 你看 从前 黄龙禅师接引学人 就是学生来跟他参学的时候 是一来了之后就考试哦 看看学生见解如何 他伸这个手 我这个手 像不像佛手 我的手 跟释迦摩尼佛 十方诸佛的手 一样不一样呢 再伸出一个脚 我这个脚跟驴的脚 一样不一样呢 驴是像马一样的 驴角 畜生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上以诸佛平等 下以畜生平等 没有两样 物我同如万法平等 真正是一个清净平等 心 来看一切 他看你一个出身 看你一个蚊虫蚂蚁 跟看你一尊我没有两样 如果对佛礼敬 对出身就不敬啊 那你这个礼敬不严满 你虽修礼敬 不是普贤的礼敬 不是普贤行愿 普贤行愿是平等法 所以到这个地方 才把真正平等的意思 跟诸位疏明 普贤行愿怎么个修法呢 有一点分别执着 就不平等 就不是普贤行愿 你修这十种法 叫善法 而不是普贤行法 普贤行法 最重要的 就是要 清净心 平等心 自他不二 物我易如 再来书 见一切众生 皆是我心所现 这是大经 一再给我们提示的 使法界 一正庄严 为心所现 为事所变 谁的心呢 谁的事呢 是自己 自己心现的 自己心变出来的 再来书 故 义他 即是义我 生缘 我至汪缘 这几句话 非常非常重要 利益众生 就是利益自己 尊重众生 就是尊重自己 你看众生样样圆满了 是你自己智慧圆满了 你自己的福德圆满了 你看到众生不圆满 是自己不圆满 我这样教给我们 我这样教给我们 菩萨也是这样教给我们 主师也是这样教给我们 所以真正修行的关键 就在 横顺众生 我们不肯随顺 就没有办法 菩提道上 就没有份 所以真修行 到哪里修呢 真修行人 就是在一切众生 静缘当中去修 再看下面经文 六十九页 第八行 经文 世故菩提属于众生 若无众生 一切菩萨终不能成 无上正觉 老和尚时候 在前面 他也跟诸位说明过 释迦摩尼佛 之所以提前成佛 得利于提伯达多 释迦摩尼佛这些大弟子 过去世中 都是他的冤家对头 最初入院院渡的 这个吴比丘 就是他的冤家 生生世世 是来害他的 想尽方法阻挠他 他当时发愿 并没有称恨心 他说啊 我成佛之后 一定先祝他们 释迦摩尼佛 实现成佛 果然先祝他们 他 才能成得了佛 如果没有这些 二众生 二元 他不能成佛 所以成佛之后 对于这些人 感激的不得了 得他们的大力帮助 所以一定要明白 这个道理 这一节 这一节文 提显法师 有两种解释 一个是 对缘解释 一个是 关心解释 这个解释的文不长 对缘解释 对缘解释 第六十九面 倒数 第四行 俗前文云 因于众生 而起大悲 乃至成正觉 正成文之助脚 换句话说 就是成佛之本 因是众生 没有众生 就不能成 无上这等正觉 好的道场 有许多人不晓得 这是一个好道场 理想修行的道场 实在也是百千万劫难遭遇 这里面既有正华 也有许许多多 冤家对头找麻烦 找障碍的 这个道场 就是最好的道场 最理想的道场 如果道场里面 没有这些人 没有这些人 谁做冤家呢 哪个老师做冤家 你们去看看高生传 你就晓得 老师 还有一些同学 都把你当作冤家 把你当作对头 看到你就生气 处处找你麻烦 那是什么呢 那是什么呢 成就你 那是大慈大悲 是成就你 所以你自己要晓得哦 你要说 这个道场算了 我不要住 别的地方去了 那你尽管去好了 去了怎么样呢 你的机缘失掉了 老师也不会把你找回来 不可能的 你没有这个福分 善根福德因缘 你没有福德 你经不起折磨 就是经不起考验 我们老和尚 常常提到 残灵宝训 一个老和尚 看重一个学生 将来要选他做继承人 一次就想种种方法 折磨他 端洗脚水来 洗完 水都往他头上倒 什么事都不讲理的 没有理的去折磨他 最后还把他赶走 赶走他也不走 他晓得那是真善之事 晓得这个道场真能成就人 这个人有福报 赶走不准在这里住 这个人呢 他晚上住在寺庙外面的走廊上 受饿受冻都不走 那个老和尚讲经呢 他在窗子外面听 其实那个老和尚晓得 装不知道 到最后呢 那个老和尚要退居 要退位了 要传法了 要找一个新的住持 大家都不晓得 老和尚传给谁 结果老和尚 那个老和尚 结果那个老和尚 为什么呢 对了一个人 忍耐的功夫不如他 这就是没有人 没有人给你做冤家对头 那个老和尚传 要成就人的时候 会给你做冤家对头 所以啊 知佛菩萨成就 通通是千锤百念而成的 你打开 你打开整个大藏经去看 哪尊佛菩萨成佛一帆丰顺 一点障碍都没有的呢 你有多大的福报 你在菩提道上 一点障碍都没有 不可能的事情啊 那你这个福报 十方诸佛都不如你 都比不上你 一定要吃苦 一定要经过 洗洗多多的难关 这么才把一个人 锻炼出来 这就是恒顺众生 最重要的意思 好 再来 我们再看啊 他的这个第二个解释 观心事 观心事里头 两个意思 我们看这个书 六十九页倒数第三行 攀缘妄想即是众生 妄即不觉 觉即无妄 妄何以本觉 名为成佛 这是观心第一个意思 第二个意思呢 大家接着看 思维观察法意 此心念念身体 意识众生 因此心念念推察 方见正理 成志 方正菩提 故云而也 这是观心解释的第二个意思 就是思维观察法意 所以啊 离开众生 离开禁言 没有办法修 修什么呢 前面 识作法师讲的很清楚 念佛要给谁念呢 跟浇水一样 念佛要像树根念 树根就是一切众生 就是你要随顺众生念 众生对你好 阿弥陀佛 不起欢喜心 保持心平静 终生对你不好 阿弥陀佛 你也不要结怨 绝对是一个千尽平等慈悲心 对待一切 冤情在主 这就叫对树根念 就是这么个意思 没有这些禁言 修什么呢 没得好修了 修行人不懂这个道理 功夫怎么会得利呢 功夫不得利 境界转不过来 再看下面的经文 第七十页 第三行 善男子 如以此意 应如是解 以众生心平等固 则能成就圆满大悲 以大悲心水众生固 则能成就供养如来 善男子 是普行菩萨叫着善才童子 反正是叫着他的名字 跟他说话的 这段话就特别的重要 所以特别的叫着他 提醒他的注意 你对于上面所讲的意义 你应该要如是解 你要理解 要明白 人人都是善才 所以善才不是某一个人的专号 凡是修普贤行的人 都叫做善才 善就是多善根 才就是多福的 能够发心修普贤行愿 这个人就是多善根 多福的 那多因缘 当然在其中 你遇到这个法门 能够信 能够理解 能够依教奉行 这个是因缘 你这个善根福的因缘 三者都记住 只要这三者记住 一生没有不成就的 所以我们应当要依教修行 应当要直下承担 平等心就是至他不二 利益众生 自己才能成佛 再来小朱里面说 大家看七十页第六行 书意味上来重重争事 就是一层一层 给我们解释 可谓策法底缘 毫无负隐 经文的意识无有穷尽 所以诸位要细细去看 那就看大书 大书做得非常的详细 老和尚说啊 我们不能照大书讲 照大书讲时间太长了 因为老和尚讲 普贤行验品的时候 那时候是老和尚在 一个大专讲座里面讲的 他讲一个星期 所以时间很短暂 所以无法按照大书来讲解 那么所以呢 老和尚说 如果实实在在讲的详细 会讲的叫你不能不佩服 再来呢 我们再看书 接着书 此种学义 如硬如是灵解 方知恒顺众生 即是增长大悲 圆成大悲 大悲顺身 即是供养如来云 圆满成就你的大悲心 圆满 就是菩提心圆满 菩提心圆满 你就登地了 这在华音经上 我们看到 你看菩提心花了 花了要修 使祖菩萨修直心 我们在大经上看到的 实行位的菩萨修身心 实回向的菩萨修大悲心 这三心圆满的 就是第三菩萨 登地了 就是华音经上的 此地这是讲回向 圆成大悲 就是实回向圆满 这个时候登地了 登地这是真正的供养如来 拿什么供养呢 拿自己修行的成果来供养 这是真供养 是你自己修行的成果 是真正不辜负老师的教导 老师就是诸佛 后面这是总结经文 大家看七十页 倒数第四行经文 菩萨如是随顺众生 虚空借尽 众生借尽 众生夜尽 众生烦恼尽 我此随顺 无有穷尽 念念相续 无有间断 死你一页 死你一页 无有疲愿 这个也不必多说了 我们再看最后一页 第十页 普皆违向远 这是总违向 前面的两页是别违向 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 唯有恒顺 才真正达到下化的效果 真实的自立利他 再来 第七十一页 第二行经文 护字善男子 言普皆违向者 违向有三个意思 柱子里面有 书 言普皆违向者 未以普皆二至 收前九门功德 文云从初礼拜乃至随顺 所有功德皆息违向 此正未也 回是转意 向是去意 为转至所修善业 去向于三处也 从 以建诸佛称赞如来 广修供养 一直到前面 恒顺众生 九门功德 皆息违向 回是转的意思 向是去向 这个意思是说 转自己所修的善业去向三处 就是把自己所修的都不要了 送给别人 现在有些人学佛 把那个功德看得很重 我好不容易修的功德 怎么可以给人呢 他不肯给人 他怕一给人 自己的功德就没有了 他怕这个 其实啊 他搞错了 功德实在讲不是福报 即使是福德给人了 也给不尽的 你真正明白这个道理 你才想的 就是钱财吧 我有钱财 我钱财通通都给你了 我不是没有了吗 你命里头有 你命里头的钱财 你没有用到 你这个地方去了 不久 那又来了 真的是如此哦 您福德 舍都舍不掉 何况是功德呢 老上说啊 从前在大路上 在财神供陶珠宫 供陶珠宫 啊 老上觉得说很有道理 陶珠宫 就是犯迪 岳王勾建的大夫 这个人真是了不起 在国家有难的时候 帮助国君 他是真正的复兴 把吴国打败 自己的国家复兴起来的 他小的勾建之为人 只能共犯难 不能共富贵 在苦难的时候 他需要你帮忙 太平的时候 他不需要你 也是属于那种 杀功臣的皇帝 那种帝王 他小的 所以国家 一恢复之后 跑了 他就偷偷的逃掉了 留了一封信给勾建 他逃掉了 他不愿意做官 逃了以后 当然勾建 也不会轻易 勾过他的 所以他改姓名 去做生意 改的陶珠公就是他 他去做生意 做生意 他很会理财 发了大财 三聚三散 这个人了不起啊 发了大财 通通布施 布施掉怎么样呢 又从头做起 没有几年 又发了 发了再布施 布施了再做 做了又发 命里头有的 他舍不掉 你舍了 不多久又来了 后面来的 比前面一定多 所以世间人 不懂这个道理 真正钱财 要斩棘在众生里 要斩棘在众生的 众生是树根 你能够布施众生 你命里头有这个财富 你没有享受 你给众生去享受 你还是没有受到 没有收到 你命里头 有的并没有失掉 你的命里还是存了 那么多 因为你的财富 一定是你自己想 给别人想的不算数 所以舍不掉 今天世间人不肯布施 真正是疑痴啊 不知道事实真相 不晓得事实真相 那真是大胆 痛痛快快去布施 越是痛快布施 将来自己得的财富 是自自然然得来 布施 虽然布施出去了 比割肉还痛 布施之后又后悔 布施是布施了 将来财能不能得到呢 能得到 得到怎么样呢 要说很多辛苦才得到 现在赚钱好不容易 为什么呢 以前你布施不痛快 所以才招来的是这个果吧 你要是通通快快布施的 那你就不一样了 今天得的财富就不相同 比如啊 供养法师 你在家里办斋 请法师到你家里去应供 你是有福 将来你自己有福报 你赚钱要到外面去赚 很辛苦的赚来 你要做了好菜 送到法师那里 那个地方去公公 静静静送到 那个地方去供养他 将来你那个钱 不会立即自然来 什么样的因 有什么样的果 因果报应 丝毫不耍 主要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回向是大学问 把你的功德通通回向掉 回向实际上 把你的功德扩大了 绝对不是减少 而是扩大了 而是将功德发展到圆满了 所以这个一定要知道哦 就是把自己所需要的善业 去向三处 回向向三处 这个书七十一页 第五行 一向众生 明回自向他 你看 跟华言经的教育完全相应 我们所修一切善法 为谁修的呢 为一切众生修的 一点点的善事 都是希望这个善都给众生 这个成果都献给一切众生 再来书 二 向诸佛 明回音向果 主要记住 不能回向众生 就没有办法回向诸佛 这是一定的道理 诸佛前面讲的花果 众生这是树根 没有根 哪有花果呢 再来书 三 向识迹 明回事 向礼 我们修善事事 希望事与礼能够相应 事有限 礼是无限的 事是有局限的 小小一桩 礼是无量无边 所以事与礼一相应 那这个功德 真是无量无边 称性的功德 理是性 事是相 相有局限 性没有局限 这样修念念 都是圆满功德 所以一定要回向 来看书 大书云 就是别形书操 这个里面说 他底下这几句是 截入大书里面的话 除霞列仗 成广大善者 选意己所为也 这就是讲回向的利益 回向这个利益 实在讲 拓开自己的心量 把自己夹宅 下列的这个心胸 把它拓开来 像诸佛一样 能够真正做到 心胞太虚 亮周撒解 这是修回向行 最重要的意义 再来底下讲 如果不回向 其心狭烈 肯回向者 一毫之善 这是讲小 毫是毫毛 一根汗毛很小很小 微不足道 再来书 皆骗法界 故隐广大 所以会修的 他为什么练练都能修圆满广大的善法 跟诸佛菩萨没有两样呢 就是他懂得回向 这一回向心就清净 心里头一样东西都没有 回向才能真正做到 三轮体空 不回向三轮不空 他着向 回向就是不着向 再来书 如回声入脚 声则远闻 功德回向 亦复如是 这是做一个比译来说 脚 从前 古时候 吹像号角一样的 像现在我们吹号 我们声音本来很小 经过这个脚 回弦在里面 他发出的声音就扩大了 就能够远闻 取这个意思 说明回向 底的确切 能把你所修的功德 扩大 请看经文 第七十一页 倒数 第三行 经文 从初礼拜乃至随顺所有功德 这是指前面的九页 礼拜是第一页 随顺是第九页 乃至就包括当中的七页 把这些所有的功德 通通通回向法界众生 回向菩提实际 像诸佛也就是像菩提 有的地方讲是回向菩提 回向菩提就是此地讲的 回向诸佛 你自分的功德不但不减少 而且虚空法界一样大 所以下文说 经 七十二月第二行经文 皆需回向 禁法界 西空界 一切众生 一定要以诚心 要以真心 真诚之心来回向 底下这一段是讲回向菩提 就是回向佛果 前面经文讲的是 是回向终生 这一段是回向菩提 再来经七十二月第五行经 愿令众生常得安乐 无助病苦 欲行恶化 皆惜不成 所修善业 皆述成就 关闭一切诸恶去门 开示人天涅槃正路 到这里是一段 这一段讲的是 愿一切众生 离苦得乐 这个愿是真实的愿 下面再看 也是经文 大家继继续往下看 这个愿是发心 带众生苦 跟地藏菩萨的本愿没有两样 我们在地藏经里 看到地藏菩萨所发的愿 第一不空 事不成活 他要带众生苦 我们看小柱 柱节里面讲 回向一定要发愿 回向跟愿有连带的关系 回向跟愿有什么不同呢 确实有不同 你发愿你未必做到 你要做不到 拿什么回向呢 你没有东西回向啊 回向是做到了 你这个善事真正做到了 做到之后 你才能够拿这个功德去回向 你发愿你并没有做到 不同就在这个地方 这个柱子里头写的就很清楚 这个书 第七十二页 倒数第三行 书前二行 愿离苦得乐 劫恶成善 令进戒众生 戒就是法戒 就是进法戒 西空戒的众生 再来 书 戒得如是 则横遍十方 当得如是 则树穷三弃 你看菩萨心多么大 他的心是真心 不是打妄想 为什么呢 他有这个愿 他就做到 做不到是缘不具足 不是他不想做 缘不具足 缘不具足 他的愿是圆满的正入头 让圆经上所说的 一念发心 圆满功德 是这个意思 如果有这个愿 又有这个力量 而没有去做 那你这个愿是假的 是虚愿 不是真正的愿 你真正的愿 一定要尽心尽力 把它做到 再来书 七十二月 倒数第一行 后二行 愿花心殆苦 成就菩提 大书有真 有誓 真就是真问 假设一个问题 提出这个问题 然后再加以解释 这个问 是这么说 书苦由夜深 我无事业 何能带得 众生有苦 受果报 苦报 那是他造罪业 我没有造这个罪业 我怎么能带他呢 这个是有道理的 一切众生受苦受难 哪个佛不杀 不大慈大悲 能不能带呢 不能带 没有办法 所以经上书啊 修行就像父子上山 各自努力 谁也代替不了谁 论言经上 论言会上 尤其显示的明白 阿兰尊者以前就是打妄想 他是多文 只着重天经多文 而书苦的修行 他有一个妄想 他可以不要修行 那个大定 奢摩他 三摩 禅纳 这种定功 到时候 大概 啊 我的大哥 就会给我了 我不要修 他是佛的小弟 释迦摩尼佛 唐兄弟八个人 释迦摩尼佛是老大 他是最小的小弟 他有靠山 他认为没有关系 你们要好好地修 我到时候 我的大哥就给我了 结果碰到摩登前 你之烂才恍然大悟 原来佛的那个定 没有办法给他 一定要靠自己修行 自己有灾有烂 佛巴拉不能带你受 不能带受 为什么要发心带呢 我们这个心是真愿意带 事是带不了 可是你不能没有这个心 这个心是什么呢 是同体大悲心 所以心一定要有 下面解释有七个意思 这七个意思里头 确确实实有两条是 真正有带苦的意思 但是带苦是有缘分 也有技巧 也要自己真正有功夫 如果没有功夫的话 你没有这种神通 没有神力 也是带不了的 还得要那个苦难的众生 以你特别有缘分 要没有缘分的话 你想带 他还不让你带 那就没有法则 OK 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讲到这里 啊 我们先来回向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夏季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西花菩提心 尽此一报生 同生极乐国 我们今天 神提解大道 花无上心 自归华 导演众生 深入精湛 智慧如海 自归生 导演众生 统领大众 一切无碍 何难深重 好 谢谢各位 感恩各位 若然于此 普贤愿 独送送辞吉言说 果报为何能正知 决定获胜普提道 若然送辞普贤愿 我说少分之善根 一念一切西街远 成就众生清静愿 我此普贤书胜邪 湖边圣湖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苏晚无量光活长